一起懶懶過新年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台北捷運 台北東路緊急救援小組 馬吉貓共同推廣 貓空懶車系列活動 懶車新裝感在春節前亮相 讓民眾搭乘時可以感受到 龔都拉 馬吉貓 エ馬 與小牛的陪伴 今年我們特別規劃在利用 我們年節前 也就是在貓懶維修期間 特別換上新的造型 我們感謝我們台灣動物救援小組 以及馬吉貓 我們共同合作 推動相關動物保護 動物救援 以及生命教育各項的意義活動 讓很多帶著孩子的家人 利用年節期間到貓空 或是搭乘貓冷到貓空這段期間 讓孩子可以更進一步了解 生命教育的意義 他回來的時候 大概只有一個半月大 當地的居民是說 狗爸爸 狗媽媽 應該都是被無受夾夾傷 重傷無治都身亡了 事實上他們總共有五個兄弟姐妹 也都陸陸續續夭折了 只有小布是非常幸運存活下來的 事實上在台灣各地有很多像小布一樣的流浪動物 他們可能是被遺棄 然後被虐待 生病受傷 無家可歸 孤苦伶仃的 真的很需要我們去關懷 然後我們一起能夠生出援手 然後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跟台北市政府 台北的捷運公司 還有貓男合作 然後非常感謝蔣市長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謝 然後能夠讓我們的吉祥物 這也是我們舊以回來的狗狗 牠叫做A馬 然後這是一隻貓咪 牠叫做小牛 然後牠成為我們的吉祥物 然後能夠跟這個貓懶 貓車懶車結合在一起 然後讓牠們能夠翱翔在台北的天空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要非常感謝 再次的感謝 那我們知道 事實上我們說 我們要友善動物 事實上也不只是局限於貓咪跟狗狗而已 然後事實上世界萬物都是非常有靈性的 所以人與環境的永續共存 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然後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完成 那最後再次的感謝我們的蔣市長 非常感謝 還有各位長官大力支持 今年貓空攬車有可愛的動物們 擔任代言大使 打造生命教育車廂 介紹動物保護及環保議題 從教育開始向下扎根 讓台北市成為動物宜居城市 那其實我們師傅團隊上來之後 對於動物保護 流浪動物的救援 寵物照顧一直非常重視 所以去年我們也是跟捷運公司合作 我們推動寵物專車 也就是讓市民朋友可以帶著寵物 不用放到寵物籠或牽著牽繩 可以讓他們很自在跟我們一樣 享受搭乘捷運的樂趣 那一次活動 哇 反應非常熱烈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規劃 考慮持續舉辦 甚至擴大 增加舉辦的日子 那一方面我們也持續推動台北市 各個公園 就是寵物 狗公園的規劃 那另外我們也落實相關動物保育 還有生命教育意義的課程 落實在校園裡面 我們都會全面的來推動 那當然大家今天看到的貓瀾車 剛剛董事長告訴我 我們今年這個月正式完成所有鋼籃更換 所以搭乘貓瀾絕對是非常安全安心 那最後我想再次的呼籲大家 在年節期間真的可以好好的來 在動物園逛逛走走這非常適合全家人 帶著孩子部分年齡層都可以來好好的 看看我們動物園很多新的規劃 我們園長也在這裡 園長上完之後有很多創新的做法 非常歡迎大家來 同時搭著我們重新換新裝的貓瀾 到貓空沿路欣賞風景 貓空可以喝茶逛逛走走 也可以到指南宮 張山寺泡杯茶 祈求來年一切順心 財富滿滿 我們預期今年的過年 會有更多的遊客來到貓空 因為今年的貓空的那個 魯冰花海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預期今年應該會有更好的 這個營業的這個效果 過年的時候呢 大概我們都會有差不多一萬二一萬三 甚至於說最好的時候曾經達到快要兩萬 其實這一次的換新裝呢 主要是跟這個馬吉貓 還有台灣緊急救援小組這邊有一個合作 那我們的車廂以及內裝 還有我們的車站都有換上了新裝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請旅客在搭乘的時候有一個舒適的空間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在現場揮豪 除了祝福新年快樂外 也期盼動物友善福利持續推動 2月3號到2月14號期間 只要購買票捲滿額就有送限量磁鐵 期間造訪貓空站的張鼠步道 還有盛開的魯冰花功後大駕 夜晚的貓空光環境也閃爍迷人 歡迎民眾到此走村 記者問君台北不到